馬雲教創業 逢山開路,逢水大橋 提起淘寶、支付寶 相信你們都不會陌生 而他們媽媽就是籌備整體上市 市值有望高達過萬億的阿里巴巴 他們創辦人馬雲 昨天出席青年創業論壇講創業 我做阿里巴巴的時候突然噴上了一個衣杯 我覺得阿里巴巴再搞下去 我是一定會輸掉 那我就做個淘寶 結果做淘寶過程中發現沒有支付怎麼辦 如果我不做 我等銀行沒有叫銀行願意做 那我就做個支付寶 結果支付也做好了 突然發現物流不行怎麼辦 那我再做個淘寶 他就說自己這20年做生意 失敗的經驗多過成功 幸好的是未出現最大的失敗 從數目來講一定是錯誤多 但是有的時候 在關鍵時刻做了一兩個比較運氣的決定 再加上關鍵時刻有很多的朋友支持了你 你這一步好棋抵擋了幾步臭棋 就像下棋一樣 今天下一步臭棋 過幾年突然變成好棋了 關鍵是你要一直下下去 大家記住了 想成功 關鍵就是不放棄走下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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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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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